在大众脑海里小龙女就直接等于李若彤 这是她演技的巅峰之作 一身白衣仙气飘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神雕侠侣被翻拍了很多次 但最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李若彤版本的 至今一提到小龙女大家脑海里浮现的 还是那个仙气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李若彤 其实李若彤从来没想过进入娱乐圈这个行业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 李若彤刚开始是一名航空公司的空姐 当航空公司有很多比较苛刻的要求 当他生病还不能休息的时候 李若彤毅然决然选择了辞职 好巧不巧的是他的男友在这个时候和他提出了分手 在爱情事业双打击的情况下一掘不振 就在这个时候有剧组来邀请李若彤拍戏 剧组拍戏是在外地 时间大概四个月 而这正是李若彤想要的 所以他同意了剧组的邀约 正是踏入了演艺圈 李若彤的演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很不适应环境 人际交往比较复杂 有委屈要人总被人欺负 很多时候他想过放弃 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后面有机会去了另外的剧组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剧组都是那么复杂的 他接触到一个像是大家庭的剧组 最终决定要进入娱乐圈这个行业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姑姑 1995年李若彤出演神雕侠 李中小龙女姑姑一讲 金庸对李若彤赞叹不以并称 这就是我心中的小龙女李若彤切智清冷容颜清丽 像出于年而不染的清廉般高贵清雅 小龙女的美冰清玉节 不识人间烟火 似乎就是李若彤的写照 自此大家记住了他 尽管当时他只是新人 大家也深深为他的风采而折服 称他为最美小龙女 李若彤和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也被称为最经典版本 在大多数观众印象里李若彤一直都是玉女形象 其实早年李若彤也拍摄过一段尺度比较大的戏 只是一直没有被大家注意到 这部作品就是火烧红莲寺 李若彤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漂亮的乡村妇女 其中有一段被人劫持的戏份 剧中李若彤身上唯一的遮挡物也就是一件简简单单的肚兜而已 将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得不说这一幕确实很容易让人浮想连篇 甚至有网友表示 玉女形象荡然无存简直是毁三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这一段看得让人觉得有些心疼 剧中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被粗鲁的对待 在心疼的同时也感到不愤 其实拍摄这部剧的时候李若彤正处于心态的转变期 那时候的李若彤正在寻求自己心境上的安宁 于是为自己的未来重新做出了规划 至于后不后悔拍摄这样一部大尺度电影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然也就无所谓后不后悔了 李若彤认为在拍摄这部作品时 真正学会了很多演戏上的方式与技巧 这部作品也让他的演技得到了提升 若没有这部剧的话 大家估计也不会看到现在的李若彤 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 存在极合理 如今的李若彤已经56岁了 我们会发现在荧幕上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了 只是偶然会在一些综艺节目上看到他 他依旧很漂亮很有气质 年华已适当风雨有存 就算年老美貌还是在的 也可以说是中年组的颜值担当 因此大家陆陆续续看到李若彤 惊喜亮相在陈情令且是天下当中 虽然如蜻蜓点水一般 角色也没有可以深挖的内涵 但看到李若彤在扮上古装仙气飘飘的样子 很多观众就觉得满足了 对不起 感谢观看